小政府呢为了使自己的施政能够更贴近民心 在最近不是想要了解民怨吗 不过进不了解之后该怎么样来改善才是最重要的吧 大家来看到在高雄市 民怨第一名就是一年挖路居然是多达了七千多件 使得民众走在这坑坑巴巴的路上 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有交通意外的发生 根据统计呢今年到上个月为止 高雄市总共是有七千多次的挖路 长达了两百二十公里 等于是从高雄一路挖到了台中这么长的距离 市政府也坦言挖路的单位是各自为政 所以要协调上来说呢 那么连市政府都觉得非常的困难头痛 高雄市区的马路每天有上百个工程在挖挖挖 这里跟这里 这里是上个礼拜才来放那个盘盖的 一直挖一直挖然后都没有停 完了之后还没铺上博油鞋 虽然暂时还放上让车缅压的铁板 但是声音大到扰人亲谋 像高雄市这条路面上面铁板一放七八个 骑车危险不在话下 就像铺上博油 骑车骑士走在路面 心里一定会想马路怎么会这么烂 经常在挖你也没办法 铺上博油的路面一条歪七扭八的形状 是许多机车骑士的痛 根据统计 从今年初到11月截止 高雄市的马路一共挖了7025件 以公里算一年可以挖个220公里 几乎等于从高雄到台中的博油路 市政府坦承各单位各自为政难以协调 有时候民众申请 他民众申请的那个点没办法做展控 高雄市挖马路次数之平凡已经成为民院第一名 政府应该整合施工单位才可以提高道路品质 中文新闻王家庆孙眼域高雄报道